其他呢 一整年的365天 我們也不收費 只要報名 經過我們的 中心的電話 來登錄 那麼不管一年 365天的任何時候 我們都會 無條件的 提供超度 但是呢 澎湖全高雄的氣泡 我們都在這一次今天 以南彭法會裡面 讓他離苦得樂 而操生佛所 在這個地方 預祝我們所有的往生者 都離苦得樂 都在受六道的輪迴 法界援局中 莫娜學會 常年來 即以普報眾生恩的 報恩心和慈悲心 度化一切眾生 共需解脫離苦得樂 默默地為世界 祥和安樂 來盡一份行禮 法界新聞 五音曲 台中採訪報道 懂得報恩的人 內心是固有的 因為自己有力氣 才能夠幫助別人 我們無時無刻 所升起的念頭 都是被什麼力量 在推動呢 每個念頭的升起 其相去的動向 是否和我們的業力有關 而業力既然是源於心念 那麼該如何保持正念而不退時 我們起心動念呢 叫三世友 過去 現在 未來叫三世 什麼叫三世友呢 因為我們的心呢 開始的共一念 如這個 大悲君所說 拍手彈指 三十二億百千念 也就是說 三十二億乘以百千萬 名詞呢 這個叫微塵面 一彈手之間呢 它有三百二十兆的微塵面 我把它叫做星光化微塵 宇宙的星塵跟微塵 就是我們的星光所化 那麼它不是能有 叫三世友 也叫從必進空到究進友 那麼這個星呢 宇宙的萬象 內部由於此星 若沒有此星 則沒有眾生 沒有宇宙 那麼宇宙從哪裡來呢 從眾生而來 那麼因為眾生的造月 才會有宇宙 那麼宇宙的形成就是 星光化微塵 前面還是星 後面就是微塵 我們在掌握到 心與念的關係後 也掌握到業力的根源 應該勇於實在的 來面對它 處理它 否則即使通達業力 終將只會是一種 空洞的說法 法律新聞 五行曲 台中採訪報導 以德國拉作為世夢 分四大展示 讓你觀眾探尋 西學會的園中 西學會這個黑暗中流行的傳說 從東古世紀開始 並也離奇其恐怖的色彩 現場於人們的心中 國立藝術博物館為揭開 西藝術博物館 特別主辦 德國拉全集 西學會 歷史 有藝術客展 近百間展品 來付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埃斯科發行家族基金會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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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 影像 設計 服裝 又當面像 為台灣民眾揭開 西學會的神秘印紗 德國拉與西學會 關於經濟的兩面 一面是所有世界中業統治 娃娃 里面則是長期演了奮度於奧多利 阿布斯堡 王朝 與厄陀難 土耳其秘國交界的西學會傳說 西学會 建築裏形成的代言人 德國拉 是愛爾文小書家 庫拉姆·斯科克底下的人物 基督克在1897年出版著小說 《德國拉》 《跡京諷胎比喻》 成為加油不小的長期人物 咱们以德鲁奥作为师母 跟四大讲师 对与观众诚心探寻 七十倍的领踪 法学新闻记者 来伊伦台北抄广报导 每一次的生命轮回 都有必须完成的志愿 所以我们必须要修业成道 人诞生于这个世上 都有他必须去完成的人生志愿 因为每个人的因缘不同 所要完成的课题也就不见相同 因此在佛教中 我们常常会听到因果轮回的说法 这就是说 我们此生志愿如果未能完成 来生则要继续 这个我们佛教里面 其实有讲到轮回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人影里其实 应该说在佛教里面 有很多的例子 在国内有很多例子也在 比如说我们人民等等 其实有很多例子都告诉我们 生命其实不是只有这么一事 它是有任何这样的 那假设说 假设真的是有任何存在 那有人做对子 你又来人间做什么 是吧 我们一次一次 你又回到人间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你需要一次又一次 我来到人间 对着人在忙寻了 其实我们要看这个生命 你把这个生命看成一个 这个朋友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每一次你回到人间 其实都应该有功课的 但是我工作要让你做的 你每一次会回到这个世界来 其实有学分要让你去修 那每一次议题可能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你的人际关系不好 那你为什么人际关系不好 可能你有某方面的执着 比如说你很自我啊 你不太会去照顾别人啊等等等 那你这个情绪一直非常自我 很自私 如果你这个学分没有好好去学 那你现在日子还不是很又回来 就算你不当掉了嘛 所以你又要回来修这一软的计划 生命的轮回 并非都是不好的 只是要让我们去修补 此生未能完成的缺憾 这也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一道障碍 等到你能诚实面对这项缺点 去完成这项课题 那么你的人生才会圆满 法界新闻杨志冲台南采访报道 特别修行除了制度之外 我们也希望能够逼他 对于轮回 因为讲到因果循环 许多人会害怕醉入六道中的其他道业中 其实应该说 轮回的目的应该是一种正面积极性的 我们应该要正面去面对 把你拥有的好再修持更好 缺失则要努力去修补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也很好 其实文明的目的是做什么 就要让你更好 就让你更有机会 一次一次的积累得你 就好像一个老师 对上一系学生一样 佛陀一样 我永远不放弃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众生 一次一次的积累得你 是为你更好 好还要再更好 所以我们讲到 我看上完整走一个意思就是说 那你走完这一生里面 你到下一生里面 你到底学到什么 你到底你的生命意义是什么 假设我们每一个人知道 你来完世间的意义 要做什么之后 你生活就有目标 你生活又不有方向 你的生活又会变快乐 所以我们讲到任何事情 它不是一个相纸 它其实是一个积极的面向 就好像一年出现秋冬四季 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的心情也会不一样 但只有你去用心耕耘的时候 你就要分享 你又成长了 所以人有的意义就是 一次一次要让你成长 直到你真的是 勇满的儿子 即使是勇满 你也是一样 或是回到人间 可能呢 再度全会重生 再度全会重生 所以人有这些意义 其实是积极性的 并不是消极性的 经过累世的轮回 是我们不断累积修持福报的途径 让我们的好还要更好 直到修持圆满 莫能再次轮回人世 则要我们用自身的圆满 去度化红尘俗世的众生 让他们能论悟人生真理 追寻持生未完成的志愿 法界新闻杨之中 台南采访报道 在这一切嘢子 不可思议 通过军 可以让我们的感谢 好 有呀 有呀 对 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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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